任职于国安局的儿子被曝深陷桃色丑闻 邱国正口头请辞货蔡总统未留 但正值520新旧政府交接 甚至台海兵凶占围之际 外界好奇为何选在此时爆料 在野党分析 民进党这回内斗争权手段凶残 就要抢下国防部长这块大饼 国防部长邱国正任职国安局的儿子 被曝出涉入性交 也还留出多部不雅影片和照片 隔天蔡总统率领官原忠烈慈春季 却不见邱国正踪迹 因为他当时已经向总统口头行词 邱国正最后被未留 但选在520新旧政府交接前夕 两岸兵凶占围之际 邱国正被曝儿子桃色丑闻 外界怀疑着爆料 到底是想修理儿子还是老爸 已经剩下要交棒没有几天了 居然为了要夺国防部长这个位置 下这么重的狠手跟毒手 应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爆出来 那谁有这个能耐 可以去找到这些东西呢 就是要逼邱国正下台 有人抢位子抢得太急了 告诉大家在520之前 民进党政府里面的人 是怎么样子的在抢位子 至军严谨务实的邱国正和小英爱将 孤立雄和吴钊鞋不同 过去平民讲实话 打脸抗中保台绿高层 甚至为退伍军人的权益 赌上乌纱帽跟赖青德结下梁子 有人分析或者是因为这样 才成了民进党内斗对象 今天讲了实话了 民进党政府不高兴 你就只能听那些谎话嘛 上了以后我们全民团结打游击了 你只能听那些真眼说下话的人当部长嘛 你看我们现在的国军轮到什么程度 更有人点破想抢邱国正位置的人 恐怕早就胡适单单盯上了这块大饼 台湾的军购牵涉到的利益 哇 那可是不得了啊 一定要塞自己人 才会用出这么极端的一个手段 民进党当权的官场现行进 政权转移倒数计时 蔡政府上演茶湖内风暴 就怕攸关国家安全的国防部长之位 会沦为民进党争权夺利的工具 谢谢杨洁去国豪 A3